尊敬的普京总统 我的老朋友 欢迎你来华出席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我们相互出席对方举办的 重大主场外交活动 这是我们多年来的一个好传统 总统先生已经连续三次出席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体现了俄方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 今年三月 我应总统先生邀请 对贵国进行了 国家主席新任期的首次国事访问 我们共同为两国关系发展 定向领航 就一系列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我高兴地看到 两国政府 部门和有关的地方 全力地落实我和总统先生 达成的重要公式 两国政治互信 不断深化 战略协作 密切有效 双边贸易额 创历史新高 正不断朝着我们 共同确定的2000亿美元目标迈进 2013年至今的十年里 我同总统先生先后 42次会晤 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深厚友谊 明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中方院同俄方一道 准确把握历史大势 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始终立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不断充实双方合作的时代内涵 提现大国担当 为助力两国发展振兴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促进世界共同发展 贡献力量